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5日 昨天晚上 海外的自媒体路德访谈 做了一个节目 其中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其他媒体还没有 中文媒体没有谈论的 也就是美国在川普那个年代 驻荷兰的大使叫皮特胡克斯特拉 这位算是前外交官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时报 讲到新冠这个问题 是中共搞的新的911 这可是很大的一件事 他这个观点非常的敏感 非常尖锐 这个路德访谈 他是最早报道这个 新军冠病毒来源 这个事儿 也就是人传人 强变异 大爆发 这个是911他第一个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 对吧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现在他又谈到了这个和这个911 又对接起来了 这个皮特胡克斯特拉这个人 可不是一般的人 你想他是刚刚退下来的 这个川普任命的驻荷兰 这个特命全权大使 也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多数党资深领袖 他的任职是2007年1月3号到2011年的1月3号 那 吐血了没几天时间 这个人竟然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这似乎显示 这个即将出炉这个 这个 溯源报告的内容恐怕不同寻常 以前我曾经多次讲过 人们对这个报告的期待都比较高 这个已经是90天了你想 17个部门 据说这个报告 所谓的这个非保密这个版本 马上就要出来 再过几天 可能需要几天实验就能拿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很可能是倾向于就是实验师 来自于武汉实验师 只不过是 是这个无意释放的 还是有意搞的生物武器战争这个问题 可能有些 有些分歧吧 不论是什么结论 习近平都不会 这一届的政府都不会承担责任 更不会承认 你看美国这个 今天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 讲到了 外交部的观点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这个8月25号怎么说的 美国政府通过情报部机构搞出的所谓溯源报告 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议失败责任 这是一份灾状报告 政治报告 自然不可能就这个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也就是说他不承认 你不管是无意泄露的还是有意的 他都不承认 无意泄露证明习近平能力低下 对吧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他这个无意泄露 因为他的确是低能狂妄 死要灭活受罪 他是中共建政以来 我认为是能力最差的一个 这么一个领导人了 也加速了中共的灭亡 他当然不会承认了 那么后一种更是承担这个责任之后 他就面临着美国的这个报复 甚至冷战到热战 突如其来的军事打击 所以他肯定更不能就是认同了 现在是拼命的对美对美国进行水果 这个这几天的新华社人民日报 联聘累读的都是这方面文章 我不去重复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而且更为重要是英国 有一个电视四台也播放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内容也超震撼 也讲到这个病毒来源的那些事实和证据 这个对中共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么昨天又出了这么一件大事 就在舆论厂掀起一股新的滔天巨浪 也就是美国这个前众议员 情报委员会多数当领袖 资深领袖 你想这不是一般的一个部门的 这个一个活跃人士 叫皮特胡克斯特拉 这个人他肯定是从他的角度得到更多的消息了 他才敢于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新的911 大家都知道新的911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911这个激怒了美国人 为什么会发生阿富汗这个问题 和这个都连着的 美国最后终于干掉了本拉登 现在要撤军 撤军以后 那肯定全人类物理材都押往 转往印太地区 开始针对新的这个这个目标了 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 就看这次所缘报告的内容 如果所缘内容确定是 总共搞了一次这个生物武器的这个超限战的话 已经不悬而战了 那就说明已经在战争当中了 战争还在进行 只不过这个战争是过去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是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以这个威武器搞的一个 超越人类底线 就是一种战争 而且美国已经死掉60万人了 你想想这会是什么结果 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这个皮特 胡克斯特拉他属于共和党 这个可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或许还有一些这个分歧一些 不同的一些 但至少是一种观点 而且这个观点能够公开的发表 可能在美国的媒体上 那也是超震撼的 不是一般的一件事 我估计可能再过几天吧 或许这个其他的媒体 包括一些中文媒体 也会评论 关于这个皮特这篇文章 此前呢 根据路德访谈那个内容讲 他说 闫灵梦这个报告得到了这个 张家敦 又是Garden的支持 Garden是一个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 这么一个律师 也是一位活跃的自由表达的 这个言论人士 他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 《中国即将崩溃》 只不过他预测中国崩溃的早了一点点 但是这并不表明永远不会崩溃 我相信总有一天崩溃 如果是新冠状病毒 是中共故意搞的一场生物武器的战争的话 那他一定是崩溃的 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招致受到损失了全世界 这个N个国家组成自由联盟的一个沉重的军事打击 不要以为有核武器就能守得住 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太不得人心 你即使是国内的 我相信普通人 如果知道是中共搞出来 这个祸害全世界也不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正因为这样 所以中共官媒现在每天就在洗脑 你看连篇垒动 发动了所有的宣传攻势 都在踏什么 他是新冠来自于美国的事也是 但是你这个无法自言气数 根本讲不过去 这个不值得一搏的一个诬陷 我认为还是来自于PACE实验室 只不过是两种方向 现在要看过几天 这个所谓的受缘报告 是怎样的来证实这个问题 美国不会回避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 充分表达民意的国家 总统 你是代表民意的 你如果撒谎的话 如果欺骗老百姓 你马上就要下台了 要弹劾都有可能 所以说现在 也是两党斗得非常的激烈 这个皮特胡克斯特拉这篇文章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 就在这里 这个似乎给我的印象 这个美国这些方面 有相当多的一些人士 不光是共和党的 还有民主党的一些人士 有可能在这个问题 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的话 那你就是 你必须得做罪责索赔的 罪责索赔 习近平肯定拿什么赔 是吧 现在海外都有一个赔的数字 那很吓人的 你庆国自利也赔不起 是不是 所以很可能就是 双方发生了这个冷战热战 也在所难连 所以说一个似乎是一个 不可回避的一个大变局的 这时代即将来临 总共将面临着毁灭性的大击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段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